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德国之商中文网发表文章题目是 蔡英文否认与习近平互别苗头 北京回应台海军演 中国4月12日宣布下周到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军演 4月13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就登舰视察军演 这是她上任两年来首次随军舰出海 她接受采访时对台海最新局势做出一系列的回应 同一天中国国务院台办谈到即将举行的台海军演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五上午前往苏澳海军基地 随基隆军舰出海视察演练过程 以了解台军海港防卫快速应变能力 以及国土防卫的战备情况 她在结束视察后被问及 这次军演是否与对岸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别苗头 蔡英文称是过度解读 没有所谓互别苗头这件事 她重申国防部已经说明解放军下周军演 是一项例行性的演习 她对台军非常有信心 军队已全面掌控及做好准备 她未来的出访行程不受影响 而这是一系列军事策考行程的开始 将来会在适当时期再安排视察军队 台湾国防部表示 这次军演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 由海军及空军参与 演练模拟假想敌的空中及水面部队 意图侵袭台湾领空及领海 特工部队意图抢夺及破坏苏澳港重要防护设施 台防海军派出港区陆战队与陆军展开反特攻 反水面及防空作战 国防部日前强调实兵操演 但没有实弹 中国的台海实弹演习 中国福建海事局日前公布 解放军4月18日将于台湾海峡水域 进行16小时实弹射击演习 并发出航行警告 台湾国防部呼吁民众放心 总统府也请国人安心勿自乱阵脚 周五在中国国务院台办举行的记者会上 就即将举行的演习 有记者问 两岸舆论普遍认为 这是大陆针对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近期台独言论 以及岛内台独组织 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发出的警告 请发言人予以说明 发言人马小刚回答称 我们已多次表明坚定反对台独的严正立场 我愿再次强调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重申 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 单方面改变现状 美国关切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 及缺乏透明度的战略意图 台海以外 南海海域也军演频频 中国海军本周在海南三亚演练 并举行中共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阅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军演最后一天 登舰检阅并发表讲话 要求海军听从党指挥及增强执行任务能力 这次军演动员超过万人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也有参与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